第二个状况是说 我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 我把他的天赋保留下来 可是我还没有能力去开发他 那他的天赋是保存的 没有被破坏 只是我还没有这个际遇去让他开启 这样子可能会有点遗憾 可是其实孩子 如果他天赋是被保留的状况下来 他其实他可以在人生的选择中 顺着他的本能跟知觉 慢慢去摸 然后最后摸到自己的钥匙 然后把这个门打开 那这时候你不能说爸爸妈妈不好 或是怎么样 就有时候这就是看机遇 对可是其实光是可以把整个天赋保留下来 然后让孩子有能力可以依照他的际遇 自己去把这个门打开 我觉得其实已经算不错 可是这时候我们有时候心里难免 都会有一些遗憾 就是会不会天意弄呢 如果我们的父母可以有更高比例的能力 可以在孩子 譬如说22岁或18岁或15岁之前 不但可以把孩子的天赋保留 而且引导孩子 学习去管理跟摸索这个天本 然后让他进社会之前 或是进社会的时候 他已经有能力去把门打开 可以开始去发挥他的价值 我心里是很向往这样子 那第三个状况是 这个孩子他的天赋 并没有被毁损 但是他被加了一个硬颗 那这个硬颠 也会是教养造成的嘛 孩子他长大之后 他有可能 他没有办法像第二种这样 可以自由的去把这个天赋打开 因为他有一个硬颠 他被丧死了 可是他可能可以透过心理专业 或是生命中的鬼人 或是生命中的一些特殊际遇 譬如说他突然流浪到异地 然后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个硬颠突然间被揭开 对 那突然被揭开之后 他突然间感觉到 自己内在的一些能量 所以他开始可以去发挥他自己 这也是有可能 然后第四种是 孩子的天赋并没有被摧毁 可是爸爸妈妈一直去 开发另外一个部分 那其实这样就会很可惜 孩子就顺着爸爸妈妈的路一直走 可是一直找不到宝石 最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父母的爱跟期待太强烈 对 然后或者是使用一些破坏式的教养 可是这破坏式的教养 不一定是来自于故意的 那这就是今天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跳养